女星玉托和老公于去年完成结婚登记 随后迎来宝贝儿子的诞生 近日她在节目中表示 农历新年的除夕初一一定要在公婆家住 这件事很不合理 对此神玉玲开玩笑表示 这就是老祖宗的规定 结果被梅勒迪吐槽 有叫老婆芽芽这么作骂 神玉玲则笑说不用自己叫 因为这已经刻在了 全台湾媳妇的DNA里面 玉兔接着透露 除夕要到公公婆婆家过就算了 但除夕忙了一整天之后 晚上还要守岁 因此不能睡觉 而初一通常要走村 也不能睡超过中午 但老公却不需要 遵守这些条条框框 让她感到很无奈 此外她也不理解 为什么初二才能回娘家 因为哥哥弟弟都会带着 各自的另一半回娘家 因此一家人永远不可能团圆 一番话语掀起许多人的共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